想先帶你來關心新聞焦點 明天封面通過 各地會有震雨及雷雨發生 中國沙塵暴也會被吹到台灣附近 美中貿易戰 中共主打大豆、飛機等關稅 對此美方表示 這不構成威脅 中共對台網路攻擊越來越猛 台灣工部門每個月遭受 網攻打2000萬次以上 台北食品博覽會今天登場 四大主題館人潮踴躍 各國美食一次品嘗 更感謝新聞內容 請鎖定心 台語言台版接8點新聞